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裝模專,我是楊哥 我們今天現場的主角,寶時捷CAMON 718 不是比較刁鑽型的二座型的跑車 這台車的上一代其實就是寶時捷的981 718是目前最新的車型 這個車型大概從2018年以後一直到現在 即將要出現小改款 客人想要做一個比較屬於是升級款的改裝 這次的目標是要把它升級成718的GT4 就是像畫面中這個樣子GT4 那這次我們所訂到的空氣套件 全套其實還是要做過密合度修正的 因為這一組是玻璃纖維的版本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寶時捷本來就有非常多改裝套件都是玻璃纖維的 用這台車子直接升級成為一個 所謂的GT4 一樣式的改裝版 那我們這台車會怎麼改呢就接著看下去囉走 密合度都有點怪怪的啦 尤其這種地方線對不到 這邊的縫也比較大 我們這邊如果能做極限也只能夠 掉高一點往裡面鎖一點 這邊線也不對 現在還沒看到燈跟輪弧這一段 這邊等下這邊也要合合看 先這樣吧 你看一下喔 他現在的那個 鼻頭這邊是有縫的喔 這邊也磨破了喔 那大燈下面手指頭也伸得進去喔 你看這邊是有縫的 再來看一下這個側面喔 這個燈的部分喔 跟保桿也是都沒有平 我幫你修了 這邊縫都這麼漂亮喔 這邊都平的漂亮 腳上來大燈下面縫也修了 上面這邊縫也漂亮 這邊的縫都漂亮到很密 然後這邊 好 日行燈的底座也做了喔 你本來都沒有的 底座 現在都可以鎖螺絲了 這邊的密合度 日行燈都做好了喔 這平整度都不行啦 這都是波浪的 看得出來喔 這整個都要抓 所以這個時間是要有的喔 好啦 這樣子就可以送烤漆了啦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基沃課喔 這個保時捷 現在烤漆狀況如何 因為他打給我做東西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 看一下啊 看一下如何 好像真的蠻屌喔 來看一下 這個波浪線拍得出來嗎 拍一下給觀眾看一下 對看一下 就是這一支是波浪纖維材質 波浪纖維 對不對 然後我們其實烤漆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不要波浪要光澤 那平整度 對 平整度 平整度很重要對不對 真的是蠻漂亮的 OK 它這個盤纖維的東西 裡面 這次我們選擇的是 消光精油嘛 消光的 這樣看就看得出來喔 剛剛來講 盤纖維的話做亮面的 跟做消光的 其實消光有消光的感覺 副下的感覺 對喔 這個是用消光精油去噴的 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 看見的配音 都是走一種 霧霧露露的感覺 但是這消光精油有什麼 優點跟缺點 優點大概講比較好處啦 缺點不能拋光 一拋就變亮 它會變亮 那我如果今天是消光的 我想把它拋成亮的 你也可以喔 它跟精油面比起來 它會比精油面的 它沒有辦法到全亮 其實霧的還是霧的啦 就是看你挑哪一種感覺 才能做的啦 對完全不能打啦 所以消光精油的樣本 其實比較討厭其實 對 不能流鼻屁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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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們現前這個 像老闆阿 又搞定一次啦 不能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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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帶回去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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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楊哥講評的時間了齁 保時捷的718 Cayman齁齁 現在目前這台車是18年樣式的齁 它原本設定的馬力耶 就是2000cc水平對過引擎 原廠就具備300匹 加上PDK變速箱 其實是一台原廠就推出 操控版的硬漢小跑車 等級還有往上升的齁 有2.5引擎的 跟4.0的引擎齁 這些不同規格 但是外觀其實大致上來講 車身都同一個 一般款的錢保感 升級成為GT4最高規格的樣式 運動版錢保感齁 其實做保時捷的保感 台灣已經有非常多公司能夠承接 北部也有 中部也有 都很多厲害的店家 專門在處理保時捷 這一組呢 是1比1KOB的玻璃纖維材質 就是讓車子等級上升之用的專用套件 但是玻璃纖維非常需要 有技術好的師傅來安裝 才能做得漂亮 我們來看這次的套件 全部的密合度 包含燈角 包含燈縫跟這下面 都是這一次要裝這個改裝保感的前提 必要最重要的條件 這次所做的前保感 一共是分成六件組的 中圍前下巴 霧燈罩 然後左右的這個氣口塞 加上保感主體 看那個影片的過程中 城市保感的組合的過程 其實非常的繁複 包含了噴水頭要如何固定 要怎麼用玻璃纖維做出支架來固定這個霧燈 還有最重要是整組的密合度 這些東西都是在挑戰店家的功力 車頭的最平整度 待會幫我打下那個反光的光影 最主要是這次的碳纖維 我們是用55%的信口消光精油來處理 所以看得到它有一個淡淡的 霧面碳纖維的質感 有時候比亮面的效果來得好 遠看呢 沾米之外看的感覺有點像是消光黑 可是近看呢 又看得到碳纖維的質感 比較像原裝的感覺 接著我們來看看車子的後面 我們先來到車尾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支尾翼齁 GT4樣式的一個 所謂升級的小鴨尾齁 走黏貼樣式的 因為車速到了一樣可以升起 這次保時捷最主要的家族象徵 就是他們這次都把左邊的尾燈 跟右邊的尾燈做一個連貫 拉一條直線 所以這次的特徵其實非常的好 你的新款線都是這樣 而且它的poach的字樣 很明顯的用立體的附在這個中間尾燈上 鏡頭可以戴一下那個字這樣跑一下 再來後下巴 718原本的排氣管是在中間 排氣管要換一下改裝的齁 然後後下巴直接換GT4 Sport樣式的 這個後下碳纖維材質的 就跟GT4賽道版的外觀 看起來是一樣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側面 再次側旋的部分 其實原本還有一個氣口蓋板 我們待會畫面會補上去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這個蓋板呢 在處理金油直接黏貼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這是整體的改裝 並不是一個說是改的非常誇張的方案 是走原廠升級到高階版的一個方式 它的改裝比較在乎的 就是質感跟細膩度 這台車也正在我們家圓滿的做完了齁 那就謝謝大家這次觀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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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 現在回到店裡囉 現場這台也是一台保時捷啊 但是這台車比較有年紀 是07年的CAMON喔 中古行情大概在70萬到100萬之間 要把它直接移植成為 718的GT4 事不宜大家看這集做起來什麼樣子 走囉 目前這上半截987專用的保桿 這用上半截喔 跟下半截做一個打造 跟這個新款的718最新的喔 六件組的錢保桿做一個組合 現在開始囉 日快點 Size s 仍向 合 overarching 所有 來 劇